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个话当然说的是大错特错 因为事实上人民群众眼睛血亮的 但是确实是个别人民疯了 可是他这个话 我今天居然在街头人民的嘴里听到了 今天我从深圳过来 在路上几个大嫂几个女的在讲话 我就说有一个大嫂就说 说我现在就不 她说我今天去罗湖啊 我不敢去罗湖啊 说这个我在罗湖我就老往后面看 我就老往这背后看 都拿刀这个捅死人了 说现在这人们啊都疯了都疯了 你看嘛这个公共恐惧已经形成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最近就捅啊 捅然后在这个深圳罗湖不也捅死三个 你可以看这个照片 深圳罗湖也发生这个捅死三个 然后说是基本上判断是精神病吧 你看看下一张啊 这个 跟这个警方对峙啊 还有一个这位 这个是这几天 这个这个全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的 就把这个小婴儿生生给摔死的 这位 也是说他呢 是涉嫌的 还是有可能是不是精神有毛病 还是反正是个刑满释放 刑满释放人员 刑满释放喝了酒 对不对啊 是 但是还是解释不了 就是所有这些人呢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些解释不了的这种情况 每天中国有几千个人患癌症 几千 每天有几千个 你没看到那些人都动刀 都很绝望 但是如果说每天有几十个人死于不明的病 一定变得大新闻 原因是癌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病 是 一旦出现几个不明的原因 现在这些暴力事件 暴力事件其实全国都很多的 其实啊 你每天都很多 但问题是出现到一个你没法解释的情况 像这种一个壮男 把一个两岁的小孩 这么当街 这么摔死 我们用正常的一些人的各种原因 推不了 解释不出来 大家怕了 就是说怕了 这个就是怕了 就是说 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的情绪变得很极端 很容易触怒 就一挑衅 然后呢就 他没有这个过间 中间的缓冲 他一下就到达最极端的方式去 所以我才说 这个我们以前不常说 情商很重要 就EQEQ比IQ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开始 好像应该要就是再讲 这个已经是 怎么讲 就是心理学上已经比较是很旧的一个词了 但我觉得好像中国应该再讲一讲 这人民的EQ 这社会的EQ 应该怎么让民众获得一个平衡 他这个跟习近平主席讲的一模一样 习近平主席最近讲 水平越来越高 习近平讲做官要有情商 习主席的意思就是不单要有智商 还要有情商 你看他学习的多好 而且他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不但是学习了 他还把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言论呢 推广到了民 习主席说做官要有情商 人家又停发展道具说 做民更要有情商 你瞧瞧这又停 没有我这个 我就换了个方式 就是来拍个马铁 不太像台湾人了 这些在大陆 受教理说了 有见凤凰的感染力量 真的我非常凤凰 没有他们今天要说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在想我们要从哪个点切入 是在讲那个 对于刑满 因为他刑满都想说 是不是他在出狱之前的 心理上的评估不够完整 我都觉得这个好像太小众 就像你说 罗虎也有人忽然间拿刀砍 他并没有坐牢 所以我就在最后发觉 就是情绪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可能也会这样 就是说当你发觉你的 我曾经这个在那个 我住的地方 然后呢 我发觉那个什么 我家马桶坏了 第一天不行 然后呢 请他来修 第二天呢 那个service apartment 就是我酒店管理的人 再来修 还是不行 搞了我一个月 最后呢 他们在半夜12点 只能把我家马桶拔掉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我跟谁说 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情绪是崩溃的 我也知道我离谱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很无助 后来我朋友跟我讲说 又婷你越生气 越表示的 其实不是你的愤怒 是你的无助 你用一种愤怒的方式 表达你的无助 因为你只觉得你越大声 才有人听得到你 那我就觉得 哦 有点感觉 因为我刚开始以为 我很强势 我用胸来告诉你 我是 你要听我的话 你要帮我修好 后来发觉不对 其实我是在告诉你说 我很无助 我一个女生坐在家里 没有厕所一个月了 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 有能力的人不能帮我 然后搞得我一个月 就是生活很复杂 然后我上班 没办法上班 就这么一个小的问题 我也没办法解决 后来我发觉 无助会让一个人 特别的愤怒 对 你看你 但这还是解释不了 你难道想跟那个壮汉 他难道很无助吗 心灵鸡汤吗 你能把他说哭了吗 可是他的被 他这些东西 而且还有很多的情绪 是一个累积 他不是当 他的当下的反应 是他过去 从他十几年来 二十几年来 三十几年来的一个累积 任何一个在街上 你是意思说 从监狱里 从菊花到 从他为什么进监狱 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犯罪人 他等等很多原因 我觉得 当然他这个行为 我不是说他合理化 我绝对不是帮他找理由的 而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要警醒 说你这个情绪管理 还有你在街上 为什么大家动不动就吵架 就没有一个其他的方式 去化解任何问题 很多事情是被挑衅出来的 你知道 就是前一阵 还有一个人 就是抢 偷了辆车 你记得吗 好像是不是在东北 那个人可能已经判死刑了 车后边有个婴儿 那父母亲把婴儿 放在车后边 他跑 他嫌婴儿麻烦 生生就把这婴儿弄死 你不是也不可理解吗 他在那哭 觉得他哭草 那你能理解吗 他把这婴儿弄死 自己埋了 一旦触及到虐儿童 就是杀儿童的情况 就是全国人民特别敏感 就这个 那个小月月也是 压倒 你看 一千道儿童 因为他这个同时违反了 使用暴力的三个大竞技 暴力的第一个竞技是 假仇乙暴 就是说明明是假欺负你 跟你打不过假 你去杀乙 或者有的人说 我得了艾滋病了 我被没人传 我去传给其他人 不相干的人 这假仇乙暴 第二个就是叫什么 叫这个武力的绝对不对等 就是他跟你不在一个武力的线上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无意跟有意 就是说无意的会比较 你这不小心 你比方说一个人 他不小心把孩子推下去了 但是他三个都违反 他既是假仇乙暴 又是有意 又是一个严重不对等 两岁的孩子 所以大家 他这个已经违反 这个就是说人类的这个 基本能 因为这个叫虎毒不食子 因为这个小孩 你看大自然就是造物主 把他设计成非常可爱 就像又婷这个样子 娃娃脸就非常可爱 但是就说让这个成年人 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 你这个成年人很难 对一个这么娇嫩的 这个一个小 一块小小块肉 你不能下这个手 但是他能够完全就说是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因为你打一个女的 你是不光彩 我跟你讲 他就 我就是跟你说 我不知道就是北京 因为我看到的一定是个案的现象 而且这个中国人当中 没有素质的人呢 非常多 但是呢 我跟你说 我平生在一个城市里 我在我自己偶然撞见 就是看两次当街 就男人打女人 我都是在北京看到的 你很奇怪 北京 他就是 你像这次也是 按说 你像那次我就看见 我怎么这个男的 就把男的打女人 就去像打男人一样的打呀 抓着这个头发 就往那个北京胡同 胡同的 瞎瞎瞎瞎这么撞 但是你看 周围的男的 没一个吭声的 都躲闪 反倒去劝的 还是女的 周围的大婶 男的可能怕事 男的都不管 反倒是女的说 哎呀 你一个大男人 你怎么打女人 打成这个样子 反倒是女的上去劝 你看这次 我这次都是违反伦常 对吗 男人怎么能打女人呢 但是你知道 这次还是用 打小孩 不愣死小孩 就更加 发音错误 他们叫纯爷们 其实变成蠢爷们了 对 但是我觉得 今天这件事情还是一样 大家还是用我们 一般的逻辑去推测 你怎么可以杀小孩什么 但是他们说 当你的情绪 变成一个极端冲动的时候 那个当下 你不会分辨的 就女人不是女人 小孩不是小孩 他已经蒙了 就是他整个是 他是觉得 我只想把情绪发掉 我们叫活着眼 他已经 就活着眼 已经没有这个判别了 他如果有这个判别 他也没到 那个情绪也没到那个点 就是疯了 但是这个疯之一字 这个疯之一字 是个很要命的一个问题 就这几天 就跟传染似的 你看 所以他们有人说 跟媒体传播有关系 到处我们叫五疯子 都是精神病 极端暴力事件 精神病 都是拿 都是好几个都说是精神病 拿着刀啊 骑着哗叉就 香港报纸 你知道概括是什么原因 他们说是因为高温 最近不是上海杭州都破纪录吗 40多度吗 他说中国很多地区 就是极端高温 所以使得暴力事件上升 他是这样找因果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 叫月圆之夜 你知道就是月球离地球 距离最近的那么一个 一个日子 那个大月亮的晚上 那一晚上这种激情杀人 男人的月经 暴力这个 这个案 案发 那天晚上就多 这也我有听说 总之呢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 找不到理由就不安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 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变诺会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一种力量 一种力量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 这是一个灵感来自羊毛编织的舞蹈 创作者说 编曲和编舞 有着相似的灵魂 究竟两者 有着怎样的相似 舞位来自东方的舞者 和舞位来自西方的舞者 默契演绎现代舞 和嘻哈舞的精彩对话 这又是怎样一种奇妙的相遇 有机体 源自边区的舞蹈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排 这个精神病啊 是一个问题了 你知道就是说 有人说啊 有的精神病人啊 成了一个什么呢 杀人执照 就是你 我精神病吧 出现过那么一个案子 就是中间隔了十年 一个人 十年前弄死 同死两个 当时司法鉴定 这精神病 就给放出来了 放出来 最后这十年间 在村里啊 谁都怕他 我精神病 真的真是 我精神病我怕谁 结果十年之后 再犯案 又杀死人了 这事把他办 就所以说现在 他们说啊 这个上次 刺杀里根总统 那个辛克里 那个不是 精神病就免罪了吗 从那之后啊 美国这个精神病的 这个辩护成功率啊 就是再下降 甚至说美国有四个州 有四个州 好像已经改变这个法律了 就是精神病人 你这个形势杀人啊 一样也有罪 是 那精神病是我们现在啊 一般的这个问人 就觉得他平常啊 可能都已经不像正常人了 所以我们说他是精神病 但是呢 其实在二十一世纪 他们现在有一个病 就叫忧郁症这种 他其实到最后变造育 他有很多的潜在的因素 而我们一般开采正常的人 平平我们在公司上班的人 他可能都有忧郁者 而这样子的东西 不被正视 或者不被处理好 他也可能会走上极端的路啊 所以就是说 现在大家的情绪的管理 还有这个情绪病 其实比癌症 我觉得更可怕 因为他会让被害人 成为被害的被害人 那个福克专门还写了一本书嘛 疯狂于文明 他就分析欧洲历史上 就人类怎么对付疯子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历史 他说最早的时候呢 人类呢 把这些行为跟人不一样的 要么当作神明 就是他觉得还有神 要么就是巫术 就是觉得他是 就是要把他杀掉 要把他斩掉 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呢 就把他作为坏人 其实中国很长一段时间 这种事情是不成问题的 这阶级斗争新动向 所有这些人 你都可以找出 他的阶级斗争的原因 所以都是归到阶级斗争一来 事情就解释的通了 你看这个可以行 说明我们要抓紧吧 什么什么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人家说 为什么以前这个事情少 现在这个事情多 不是 以前这个事情也多 只是都归在阶级斗争 那百分之五嘛 那哪里有百分之五嘛 所以全归进去 而且以前真的就是 不是今天的这个网络媒体社会 我觉得像这种违反伦常的事啊 其实古代没准都有 但是在那种社会下呀 它不会影响社会风俗 因为你不知道 对吧 但是今天呢 这家伙这个一下子传遍 而且呢 你就觉得各地的疯子 是不是真的他会传染 就是受到疯以后啊 也不讲传染 你不讲传染 你知道数量统计 中国有多少程度不同的精神病吧 一亿 一亿啊 各种不同程度的 危险程度的 一千万 你也也也包括我们是吧 对 但是危险程度的一千万 一千万 你想想看一千万 所以出这些事情又算什么嘛 我跟你讲 就是说问题是你怎么办 现在很可怕 中国的精神病的专科医生才三四万 你甭说这些专科医生 这些专科医生也未必就靠谱 就是说呀 你就说摔死孩子这样的事 干不出来 他干得出来 我跟你说 几年前 有一个亲生的母亲 把自己的婴儿生生的就给饿死 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婆婆吵架 就这孩子的姥姥 吵吵吵吵吵枫了之后啊 就把这孩子一气之下 把孩子都弄死了 弄死了之后 说做精神病鉴定吧 但是呢 三次鉴定 第一次说 他那个这个有精神病 他要这个这个 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第二次检查呢 说他没精神病 说他完全清醒 要负责 第三次检查是北京一个医院做的 说他有精神病 但是呢 也有一定的控制行为的能力 你知道就是 其实这是 这是现在他们说 很多时候就滋生这种上下打点 因为中国的法院办案非常的粗糙 这几年就说这精神病杀人 因为你只要说鉴定 他是精神病 那么按照规定来说呀 这个是政府指定的几家 医院 你比如北京有什么安定医院什么的 就必须有这个医院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上头啊 是单位盖章 你明白吗 我们单位证明他精神病 人家被精神病 人家现在就提出来 就是说啊 就是说 这要是人家外国 你这个 这个专科医生 你鉴定 你要签名的 而且你要上庭 上庭你要叫治证 治证就是你上庭 上庭可能对方也请精神病专家 这么到最后陪审团听 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就听嘛 中国这个啊 就跟那个什么 那个政府办事一样 这个人也不上庭啊 就是我这单位 盖了个单位章 你最后还追 你鉴定错了 你还追究不到他本人 然后法官一看 好 这安定医院鉴定了 精神病 那就精神病 那 精神病强奸犯不犯罪 就我国法律规定 你没有 这个人只要是那种 没有行为能力 不能意识 不能辨认的情况下 他是没有罪的 但是他要治疗嘛 但是他要治疗 所以就是没有治疗 没有 李某某的律师 倒没想到这一刀 没有治疗 有一个你知道 有一个这个小伙子 是卫生学校的 在北京 我看了一堆这个案例 很有意思 他就是杀了人以后 然后就是说 说精神病 一看精神病 他就装疯卖啥 跟宋江似的 最后好 免罪 免罪 但是就到精神病治疗 但是呢 他就是聪明反辈 聪明误 他在精神病院 问题是你得治疗 他最后是实在无法 忍受精神病院的治疗 他还整天吃药 他得看着 吃了又晕晕乎乎 他实在受不了了 最后自首了 最后判十年 大家就是说 我像常见 演过这么一个电影 装疯也不太好 所以就是 这个社会 就是怎么讲 对于这些人的照顾 也没有后续 然后呢 像你刚刚说 那个妈妈把自己女儿 掐死的这种 我觉得都是在高压锅之下 你 你长期的 然后呢 你只能找一个出口的时候 那他变成 就爆炸了 又停的理论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精神病 没有 我们每个人 都是潜在的 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说的 就是我觉得我也 我不知道我今天可能会在哪一个点上做什么 他我可能不会伤害到别人 但我可能伤害我自己啊 我可能 那没问题 但就是说 他不是 他都会跟他超乎 演全国的精神病 像你学习 我的教育 我的教育的那个 就是那些 给予的一些礼俗啊 没有办法 完全的 约束我 某一时间 某一个点的行为 包括我肯骂人 我觉得平常我妈妈教我 就要当气质美女 那哪天我骂了一个脏话 我觉得都算是一种 出轨 对吧 就是都是一种 行为的出轨 对 我变成气氛美女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为财动力凤凰大事业 这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 这是一场被美国人 刻意遗忘的战争 你是冷战时期 立场热战 一条三八线 挑起大国之间的 宿命对决 两只九亿的禁令 究竟谁能从 辖城的半岛上开旋 残养无血 朝鲜战争的记忆 今天凤凰为世中安台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 购物界 前几天广州这个白云机场 有一个上算捐秀的一个女的 你知道吗 也是在那哗 演讲十五分钟 疑似 也是疑似 是不是精神 有问题 最后给声拉硬拽 拖走了 也是影响航班 这个登机 你可以看一段 出了事情的话 你们广东 省的 睡着 该换了 人我们山东 我们山东的民心这么多 我也是个小小的民心 只是我不想去 我的经历非常坎坷 从小的话 我的生活非常坎坷 既然说我精神很好 我精神好得很 我让我登机 谁也挺想登机 大家可以告他 我让你们家们轰动一下 我让你们广州手 也轰动一下 我看你菜还是不看 我说飞机上跳哑 你赶吗 你们打我 我还是个演员 所以说 我陪你们玩到底 广州姐来了 你就等着进监狱吧 我干嘛 你看 这个就是 疯子 很难说是正常人 但是你知道 我看这个也挺有意思 就是中国人啊 也有这个 看热闹的一个习惯 你看啊 周围的那些人 尤其是穿黑T恤衫 那个哈 这一直轻轻就不是 就听他在这演讲 这一圈人围着听 好像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这种情况 也很有意思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讲 把少数人划为疯狂的 是使得大部分人 异于统治 是大部分人 安于自己的 非常坏的情况 是因为你看到 他是疯狂了吧 你就觉得我是正常的 知道吧 就好像找到敌人了 我们就是人民了嘛 所以5%的敌人存在 是95%的人民团结起来 百分之几的疯子 使得我们大部分 都自认是正常人 所以这个 对于疯狂的鉴定 按福国说法 就是政治统治的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但是不管怎么讲 那个把两岁小孩 摔在地上的人 我还是解释不了 用各种理论 我们已经尝试了 从气候到生理 到监狱到制度 又挺解释了 又挺解释了 基本上我觉得 他如果不是个风 这就是说 就是个火遮掩 失控 失控 火遮掩的那种现象 有的时候 真会有 有时候夫妻之间 一下子一刀就杀死了 攒一百刀的人 对啊 那就是炒极了 炒极了 你真只有一个方式了 就是这样 就是人不怕死 走投无路 对 人是一种 真是很可怕的动物 对啊 谁不怕怕疯子 就是怕走 我们并不能死 你真是很可怕的东西 就是这样 你真是很可怕的动物 我真是不怕的动物 有时候被人送他 你们这种身份 是什么事 你真是什么事 对啊